有啊 這個也有 好 那今天講 Vispace一本這本書 那它的那本書的結構就是 剛剛我們有聊到 有分 我感覺大概可以分四部分 那第一部分其實就是介紹 最基本的東西還有 最近這幾年很多人談的 Vispace一本的new network 那大概到第六章左右 到第七章開始 比較像是這本書 這一個作者群他們的研究成果的開頭 他們做的東西 做一個區分的話 名字叫做Differentiable Physis 或者叫Differentiable Simulator Physical Simulator 就是 基本上他們在做的就是訓成 然後只是 那個模擬它有可微分 意思就是說像 那些神經網路的框架那樣 有一個自動微分的那個功能 可以去算每一個模塊 它輸出被輸入的尾分 基本上就是T2 因為我們說成這些T2以後 我們就可以做配下傳遞 那一般我們的傳統的模擬 不會去做這一個功能 那還有就是這個功能 有時候是要去對那一種特定的模擬 比如說是空氣動力學或者彈性力學 或者是流變學或者是特殊的領域 要對它做優化 那或者裡面有一些的數值模擬的步驟 其實並不一定有可微分的這個項 我們對一旦你要再去想辦法 那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看起來是 也是這本書的重點 就是從12章本到16章左右 15章左右 那是作者群 這本書作者群他們的研究成果 那看起來他們在賣的邏輯就是說 模擬如果讓它可微分的話呢 在很多方面其實是比TIM還要優越 比如說它的準確度 還有它跟物理融合 就是跟工程知識融合的深度 因為他們的別代就是物理知識 就是工程知識本身 就是那些數值模擬就是那些方程式本身 所以它是很深的去融合規律的 法則的 知識的 那它也講說他們的這個模塊 一旦是可微分的時候 要跟神經王主結合也可以 就是不單純是比較或者說贏過我們 那它也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 它就在第三部分示範給你看說 怎麼樣把我們混合在一起 可以檢查怎麼樣的問題 然後到第四部分我們就還沒有去看 那它開始提到說強化學習 還有怎麼用他們的這些東西 跟強化學習在比較多做一些 混合的研究這樣子 那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就是等一下 大家看到這幾個目的 那首先我就從PIF開始講起 那我從這個例子開始講起 這個例子可能在書裡面的 第二章 第四章之類的 那這是一個微分方程式 叫Bergus的一個微分方程式 那微分方程式它牽涉到的一些 那個編微分的像 是一個很一般的特性 我們的物理地理很多時候 會用一個偏微分方程式來表現這樣 像是波動方程式 學英格方程式 海性力學員成道總方程式 其能量手能熱穿直穿電子圈 我們做方程式 都是這類的事情 那等一下我們看完這些例子以後 也會發現物質是用在這種 這類的東西 像拋體 像是一堆東西 然後用海黃連接起來 或者是很多的例子硬撞 可能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或者就用這個開始 那這個方程是 是要解釋說 你在某個時間點 那它對應的物理我們先不講 你就看這個方程式本身 那我們想要解釋說 它在某個時間某個位置 就是它的這個數值跟的是這個數值 好 那我們可能需要一些編界條件和數值條件 所以可以看成說 我們的S是可以再負移到1之間 S是這個重複 那時間呢我們就先 印在從0到1之間 你可以把它再拉長 不過沒關係 我們去看這個區域裡面的數值 那邊界條件就是說 你要去解這個空間裡面 這一顆U要組合這個方程式的話 那它這個邊界需要去做一些規定 像它這裡規定就是說 它在T-laying的時候 也是這條軸軸上面 它會把U的數值全部都指定 具體來講 它是指定成一個 分賽的函數 它在這條線上面 把它的數值都平下來 再來 它把S等於-1 然後不管任何時間 就是在S等於-1 這條門線 這個時間空間的區域裡面 這條線是S等於-1 然後任何時間 它也把這個數值 它指定下來 它是指定成0 然後最後它把上面這個邊界 也指定下來 也指定成0 它還有指定這三個裡頭 就去問說 裡面符合這個方程式的話 那個U 對時間空間的分數是什麼樣子 然後就是它的問題人生 好 那講完這個問題以後 我們來看一看出一個很天真的想法去用 看不透明的 對 像不一樣的 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那 不好意思 我們知道了這個問題以後呢 我們可以先試一個天真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學一個神經網路 然後可以去算出方程式的理解 那通常我們用的方式就是一個監督式的方式 大概就是說你在這一個時間空間的區域裡面灑點 灑時間空間的點 例如說我灑1000個點 那每一個點都有對應一個特別的位置 空間 然後對應一個特別的時間 然後你這些點它的來源可能是模擬來的 或者是你有個解釋解的話 你就用解釋解區域算出來 好 那 在每一個點上面你有答案以後 你就設法去構造一個神經網路 那這神經網路它的輸入呢 可以就只是sint 那 它輸出就是在st上面的這一個場的數值 就是這個u的數值 那 你看看跟這個樣的 那個位置對你的那個答案 差多少 那看起來像是一個回歸的問題 那 天真的做的話 就是用一個平方差 就是你把它相減 然後然後去平方 那你有千個點的話 就把大家做均方差 好 那 如果答案不對的話呢 因為神經網路 它可以做微小傳遞 所以你可以去修正你的這一個 模型 然後它運色的越來越多 那這裡需要再提一下就是說 這裡一個天真的設定 它的st是輸入 它只要輸入兩個數字 這樣子 好 那 這是我們一個天真的設定 嗯 PIN到底在做什麼東西 就是 我們可能有一些經驗以後 或做一些回歸以後 都會知道說 首先你的樣子很少的時候 那個 你回歸的那個模型 大概翻碗能力很長 嗯 那 即使你樣本很多的時候 在你指定那個區域裡面 你的 訓練樣本很多 你的翻碗能力在 離訓練樣本的這個區域遠的地方 大概 應該也太有把握這樣子 這太有個特性 嗯 有些時候呢 那個你的 嗯 好 這個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那我現在講一下 PIN到底在幹嘛 簡單講就是 剛才我們要要求它的 每一個地方 都要遵守這個回歸方式 可是 我們只用這個東西 去生成它的訓練樣本 我們就不用它了 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其實對於某些方程師 或副理來講 你邊界指定以後 你的解就可以唯一的解出來 那 所以 它明明還有那麼多量的 的訊息 卻 不用 它就不可惜 那這裡的用法就是說 你就預測 一個U 這個U可能不是答案 不過你試著算出那個U 可以等 等次的左邊看看 如果你是答案的話 你的這一個項就會變成 就是這一個它比較 residual的這個項 就是 你如果沒有算準的話 那 你在某些地方的這個數值呢 就不是0 那你要把它當成一個loss 把它來比方起來的話 那以設法去減少它 調整你的網路 那就可以了 所以具體來講是這樣 你加一個所謂的這個 visical的loss一下 那它其實就是 方程式如果不等於0的話 那它 就是一個要加價的這個目標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原先 還有一些邊線條件 讓這個大家加起來 不過我重點其實是這一個 那再講多一點的話 其實說這個網路 輸入以後呢 你除了預測一個 你的答案 就是時空點上面的那個U的數值 然後 你會把這個 VC9的項裡面牽涉到哪些 所謂算的一些 然後反正組成什麼 組成一個 新的VG投入式項 設法去講 好 這大概就是VC9的 這裡有一個重點是說 因為我們的神經網路 是有這些自動回分的那個功能 其實它 我們可以 如果說大家知道這個 Style Transfer法 那它那時候做的事情 比較不是說調神經網路的權重 然後去學目標 它比較是說 在一個特定的 有特定的權重的網路 像是VCG 那你想辦法去調輸入的影像 讓它符合你的要求 所以調的是輸入的影像 這裡呢 就是我們要的這個編微分像 我們看好 對X對T 或高次的微分 其實都是對這個輸入而言 那自動微分也可以幫我們算這個 它不但可以幫我們算 在對選這種就是W的微分 它也可以幫我們算這個東西 其實都有些這個問題 就我知道 Answer Pro PiWatch都有這個功能 好 那 你現在是把那個 一次項的微分 當作Output來 來預測嗎 對然後 那一般不是說我只要Output來分 這樣一次微分像都可以 擺上去算了 對對 所以那二次微分 微二 對 一次微分 我們就 把一次微分再微分一次 就是它要再套一個同一個模組 它就幫你做 OK 它可以幫我們算二次微分 再一次微分 那這裡是要用 預測出來的這些微分數值去組成 這樣一個Loss像 嗯 然後再跟我們最原先的那一種 普通的速度板子的 或Data Driven的那個Loss把它加起來 那一個比較巧妙的地方是說 權重要怎麼去分配 要1比1 要不離的這個Loss 要跟那個Data Driven這個Loss 這樣一樣重要的 因為畢竟你最終 預測的目標就是一個Loss 我們目前大概做的也是一個Loss 那兩項要把它加起來 那權重分配就是標準 欸你真底的Loss還包滿原來那個Square Loss 對 還有就有三個Loss 原來Square Loss還在 對 我講這樣認得很清楚 就是 重點是這個事情 然後等下我再延伸一下好玩的東西 有試過的好玩的東西 就是小東西 就是說 就是說即使我甚至把SUPER 我有去試過嗎 就在八路線這件事情上 就是有一個空氣阻力 有一個抛體 那把Data Driven那個項目打掉 以後 它其實還是可以捨得出來 當然 好 具體的這裡的做法其實是說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模型設定好了 當然就是這個N 還有它必須 你要它輸出 你要求它輸出這些微門項目 再來你把Loss 把它Square Loss 然後 那再接下來呢 你要開始去選 你要 輸入 然後組成Loss的這些項 就Train你的Example 那 我們傳統上就是說 比如說選個1000點 你手上 如果有更多的資料 你就選 比如說一共1000個資料 然後去把它盯成一個Batch 然後看看它的Loss 那這裡呢 你必須要再加上它的邊界的這些監督的資料 因為 微分方的事是這樣的 就是說 你邊界沒有指定的話 尤其是你的中間 非邊界的方便也沒有指定的事情 那你怎麼給我挑掉 因為它不會被唯一確定 就像是我們丟一個抛體 你在三樓上面往前丟 跟你站在五樓上面往前丟的 維持大量不一樣 往邊一條低調的資料 那 如果說我們就是用 邊界以內 就是這個 邊界 這不算好 就是我們盡情在這個 中間去撒點的話 那 直覺上也告訴我們 事實上 試過以後 他也會死定要解釋 因為就是說 你的預測 在這裡面可能會準 在邊界它可能會準 所以它其實蠻不分的 是 你給哪些的監督樣本 它就會去 回歸或貼進它 那 這裡 再多說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我只撒 這個邊界 然後 然後 我的Lose 加上這個 Physical 的Constitution 就是說 剛才那個 物理幫人世代的 對應的理思準項 其實這裡面也可以把 弄得滿重 夠重 然後裡面不要變化太大 之後 它其實也有點色彈 也可以去 背起來 它也可以去背起來 那 所以乍看之下 會滿讓人驚豔的 就是說 你即使只有很少的樣本 像剛剛拋題的那一個 那一子裡面 你的整個訓練樣本 搞不好只需要數值的位置的 位置跟速度就可以了 我們想像說 神經網路好像需要很多的數值 它其實只要一組數字 兩個數字 它就可以把整個的這個 你這個神經網路是幾層的 或是什麼 是我們入學還是一般的 FullCon園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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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們來 是一個好問題 是等一下 或我稍微想一下 現在稍微想一下 就知道說 這首技是它沒有一次輸入 就是整個空間的分布 所以我想 直接來看卷機 不知道怎麼樣對它當初 對 就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 你一開始輸入 並不是輸入那個 一個空間分布 或一個什麼 Salence Map 或者一個影像 並不是輸入這種東西 好 那 沒有結構的東西的 part time 就是一開始 我可能會 就是先融合全聯機 那它這邊是全聯機 那幾層的話 就由自己試 那 那 不好意思 我問一個 那個 還是要問你 書開頭講的那個 所謂的Differential Philic Approach 那基本上 就是 Based on Regression 加上這些 Philical 的Loss Term 嗯 兩個東西 就是之前剛剛提到的 就是 這本書其實它主打的 叫做 Differential Physics 嗯 這個東西叫PIMNN 好 那它書裡面 漸漸也會把這兩個 區分開來 嗯 那就我感覺起來 PIMNN 現在更 近年來更多人在關注 那Differential Physics 又是什麼東西 就是剛才 我們在先聊聊到的 就是說 我去算這個結果 才選做它 就是 維生鋼程式去找它的解 也就是用有限元素法 或者是有限插根法去 一個時間一個時間點帶 具體來講就是 指定了這個邊界以後 然後去點帶到下一個時間 整個 這個枝條上面的插 的解 再點帶到下一個時刻 就一步一步把它 對 它跟傳統數值模一樣 對 是傳統數值模一樣 就是 三大理是說 台灣是 它 設保 把這個 Pogator 或是說 算到下一個時間的 這個程序 的 輸出 對輸入的 偏 T度把它記錄下來 那首先你要能算的東西 因為 有時候 你的Pogator 到底是不是 可以寫出它的尾本 有這麼難講 如果你能寫出來 把它記錄下來的話 到最後面就可以做 對象傳遞 那我的想像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某個初始條件的設定下面 那 它的最後面 比如說10秒以後 它的結果呢 是長什麼樣子 那 最後面這個10秒以後的結果呢 它可能 哇 不好 比如說它分布太集中 我想讓它均勻 好 比如說壓力太集中了 東西容易崩掉 我想讓它均勻分布 那我用10秒以後的壓力分布 來當作品質指標的話 傳統的做法就是說 0秒的時候 我先設定一個初始條件 算到10秒以後 看它的例子 不好的話怎麼辦 重新再去模擬一次 你就調一下 一開始的這一個初始條件 那你把這個模擬模組 目前可以為分的時候的邏輯 就變成說 你不用去自己決定你參數 該怎麼調整 你就用背下傳遞去算出T度 這個T度比較不是對選中的那一個 那個微分 是對輸入的微分 所以說你就用這一個對輸入的這個微分 想慢慢的去改輸入 所以改的是這一個輸入的這個平常 那你就不用去手去調整 只差一個條件 還有如果我今天想要把模擬 去加在神經網路裡面的時候呢 那我再會提一些例子 就是本質上它會有一些血脈不同的問題 我意思是說它不能背向傳遞 其實我們一個只能神經網路 你訊息 那個用背向傳遞的話 那個比較一致 如果說你有一些東西 它就只能前向不能反向的話 你的使用你的用途會受限 那當你構成這個模組 即使裡面全部都是數值微分 都是一些插分啊 都是一些有些原住法的時候 它能背向傳遞 所以它就可以跟神經網路更深層的混合在一起 它賣的 它號稱的 大概是這樣的事情 那那個東西 可以為分的數值模擬的模塊 就叫做differential比例子 大概這樣子 好 那其他剛剛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它就給了兩個例子 那其實這兩個例子應該是PiN的那一個作者 全他們去弄的 他們就是看 然後這一群人 就我們整理出這一群人 我們就是再把它旁邊 用他們的背景 再旁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幾個結果 這邊我本來想講一下說你怎麼sample 那些事情會沒關係啊 就是大家有興趣 就是在討論 或是說在上下 這個objective是基本上還是解釋 那一般的PiN的方程 那一般的PiN的方程 如果就是用數值模擬的話 給定邊界條件 會不會用 剛才講的那些數值模擬方程 找出完整的 在任何時間點的shape 對 對 對 那這個好處在哪裡 就是這個unior world 對 他有講究任何一個有的一次人 偷問這個問題 然後 我看 我覺得一個好玩 比較好玩的事情 我聽起來就是說 前幾天就跟大家分享一個訊息 然後 NVIDIA他們在 呃 推廣他們的synet 那 我注意到這個synet 可能是今年年初 後來 那個 去年年初跟 GC NPC 的 大會 大方程在賣那個Omniverse 對 然後 他跟Omniverse 目前沒有整合得很好 就是根據NVIDIA他們那些講師這樣 那 不過 應該算在同一個裡面去介紹 因為Omniverse裡面有一些就是 看起來就是 互動啊 這些東西 那 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是物理模擬 比如說你去模擬跟FPGA牌子 上面的散熱片 怎麼樣設計 可以比較散熱比較好 大概是比較這種的模擬上面的事情 好 那他們的講法 就是NVIDIA的講師他們的講法 或者NVIDIA Cnet他們講法是說 或PIN的講法是說 跟模擬比起來呢 PIN這個東西 它的Mesh 管核點呢 不會受限制 就是你很有彈性 好 那你怎麼樣散點都可以 就是我在這個5ST裡面的取樣 怎麼樣都可以 可是 去做模擬的人 他們尤其是流場模擬 或者是一些轉折比較厲害的地方的話 它那個地方的Mesh 管的會弄比較細 或該弄成圓形或方形的物理 好像會解救 你這個channel資料怎麼來 是 對 channel資料 要這裡示範還是用模擬或解釋解去 去拿 去模擬 對 那我自己試 那我來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說 我拿普通的動物體的運動軟機 就是動力群的 動力群的動力群的去試 其實你真的只有處置條件 就是原理上 我明白是不是你有處置條件 有辦法去 對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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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那我就認識 他還真的就是在你撒點那個區域裡面 你去監督的那個區域裡面 他真的可以貼得很準確 就是看起來還蠻準確的 但是如果說你的時間點 超過你撒點那區之外 還會有一個休息 因為他們有那個 他們有學到那個微分的 Iteration planning 對 那在這個角度上面來看 就是說他們會說 這一個工具 首先他跟純沒有那個physicolus 比起來他一定比較好 可是我一旦跟佛女平常的時候 那到底要在哪裡 那他這裡 我看起來是說 緩和這件事情你可能就不利 就你比較自由的就去選擇了 那當然有些人會想說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管緩和之後的答案 之後再聊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他作為一個帶領模式 Inference 他說會不會很壞 好 那佛想原因 詐想起來就是說他這裡的 譬如說我現在算T 接近10秒的時候 T 接近100秒的時候的那個節 他的邏輯並不需要去算1點2點10點1點3 他沒有疊態 對 他沒有疊態 他就一口氣就是 根本就要扁平的網路 然後一口氣算到結果 他等到背公式 就是進那個公式 他不是一個一個時間慢慢入圍 所以這個用途就是說 我現在在一個死功的董位裡面 你sysical 先點 對 在死功的董位的範圍 他就可以預測得很好 對 он預測得很好了的話 就第一個 就很高 is 他不用可能 捨版太多點 就可以預測得好 因為 its mij 很晉升 cruising 褚저 對 如果 сп mij的話 也許有希望 那 我想 好處是這個 對 它比純尖度要來的少 我們覺得很難的 那它到底算不算少 然後稍微空一個地方 譬如說我時間補到一秒 我可能前面取一些 尾巴取幾點 總共一大塊頭 它會不會好 我覺得有點難講的 有時候它看起來蠻好的 譬如說你這個結果是個拋鞋 看起來還蠻像是個拋鞋就凸凸的 你真的去跟那個數值比 數值的結局比的時候 那error其實都不太密集的時候 然後數值在那個比較粗的時間跳動 比較大的那些節算出來 我覺得都 看你要用什麼標準 怎樣成效 一定沒有 所以發展這個的時候是 有一部分是為了performance 就是速度 inference 模擬的速度 對 我目前我沒有 還沒有真的投入 是在做這個的 那 是我目前感覺起來 在很多人的代理模型 做這個好處 那實際上要怎麼再往前推 或是在觀望這樣子 那 起碼我想 如果往回望就是說 普通的神經網路的話 叫大家解個副學模型的話 這個顯然有結構多了 就是有知識多了 有很多蓋的 大家如果有沒有東西在拿去用 我想它一個 對比傳統的素質分析方法 就是它可以建構一個很大的 simulation的環境 因為它 它一旦shining之後 算好之後 它在做 直接在鋪的時候 它就直接運算 那運算量 比傳統的 那個simulation 它都要一直疊代 所以 你用傳統的素質分析方法 你沒辦法建構一個很大很複雜的simulation 那變成說 它 每要做一個 prediction 那個預測量 都要花很長的時間計算 因為它一定要從 邊界條件開始 等於是積分到尾巴 積分到尾巴的點 來算出來你要的那個素質 比如說現在在流行 那個元宇宙 那如果它在 那個 Virtual War裡面 build 一個 很像真理世界的 物理環境 包含看到的 這不是 二次元的人物 而是像真實的人 真實的物體 那那個simulation的 量就非常直觀 所以它那個 速度 決定一切 這個可不可惜 而且我想在 就是我太樂模擬說 你倒一杯水 然後水在 水缸裡面 或者是水杯裡面的話 我其實根本不在乎說 它到底 真的倒下去的時候 準不準 我其實沒有那麼在乎 它看起來像不就好 當然有些應用 更可能是重要的 譬如說你大氣的 那一個狀況 要看天氣之後的影響 你做某件事情 譬如說 假如金台這件事情 失敗 但補足失敗的話 好像還有一個東西 叫地球 我想 就是終極的辦法 就是你在那個大氣上 上去灑一些東西 我想到一個例子 剛好前一陣子 那個大陸 它那個 不是有 針對那個 中小學生 在太空站上面 開了一個 叫所謂天空課堂 然後在太空做一些 實驗給小朋友看 然後 其實這些東西 可以在地球上面 比如說 用元宇宙的方式 做一個 SIMERATION WAR 那這個 就是一個太空環境 比如說 它有一個 在空間在裡面滴水 它會形成一個圓球 而不會掉落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法 SIMERATE一個 在太空中的 一個事情 然後在上面 做實驗 然後 實驗出累積夠 足大的數據 在太空裡面去做 基於這些 constraint 那得到的 實際的結果 跟模擬的結果 會不會有一次性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算是很不錯的應用 我覺得這個看 哪一個應用 會比較有利益 就是 開它頂尾 或者找它頂尾 還有其他公安的 比如說 發生核災 我們就讓那個 condition 它是會處於 接近核災 或是 會發生核災 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狀況 然後看它會 寫出可能什麼結果 那我們在實際上面 在核電廠 或是核能裝置上面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 事先的預防措施 避免它進入這樣的 模擬 有很多的幫助 這是絕對的 比如幾十年 大家早就認識到這件事情 那這種 基於神經網路的 模擬 該怎麼定位 的話 就是 可能要討論一下 我看它 看它後面好像有把 傳統的那個 數值分析跟NN 嘗試要做結合 大概十 我看起來有十一十二 它前面 一直有一個暗示 那其實我想他們就 他們研究成果就是 基於這個混合的 他只要把它拆下來 一步一步的講 每個階段都階段的講 就是給我看這 比較是這個 就是一直拍到這個圖 那就是一個 前面的那個 黃色的部分 就是那個 模擬的 而且是可微溫的 講錯了 這個部分就是NN 然後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那個 可微溫的文明記 然後它會談說 結合這樣子 會提到 那 那 這群人 就是PiNN他們講的 好處是說 NN的好處是說 Mesh Free 然後還有一個事情是說 推論快速這樣子 然後呢 做模擬的人 這本書的作者 他的講法是說 不準 不準 不可靠 不準 然後 Mesh Free是假的 Mesh Free是假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 我不灑某一區的點的時候 它一定不會準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那一區的函數變化很劇烈的時候 你不灑的命也一定不會準 所以講Mesh Free 其實免Mesh 其實這件事情有點 有一點 有一點 對 你當然可以不用Mesh 那你做模擬一定要Mesh 是的 你做模擬 一個很方形的Mesh 就是爛爛的Mesh 那你做灑點的時候 會不會變灑 那你沒有灑得好的話 結果 怎麼猜也不會好嗎 那 可是 那有個好處是說 Mesh Free 的那個Free 倒是可以Mesh 很自由 很彈性 你是可以拿 傳統的 模擬 數值模擬的Mesh 去灑點 因為我想到一個 像 現在有另外一派 就是偏數學的 他們 嘗試 就是把Newon Network導入到 數學理論的推論 就讓他學到 背後的那個 數學 那 或許可以 那個 方面的 將來的研究進展 可以來復補這個方面 我還沒涉足 我自己比較 對 無論如何涉足一下 然後 有些人會不會 談音相近的事情 就是 你能不能從資料裡面 去學到物理方 解釋分成 那 好 假如PV等RT 你把符合PV等RT 這樣的資料點 例如說 我講說關鍵的數值是 壓力 體積 痾 墨爾數 分子的量固定好了 答案是常數 溫度 所以你就畫一個三 這個空間是溫度 壓力 體積好了 這樣子的東西 你把符合方式的點圈 就把它點在這個材料框上 它可能看起來像是個面 好 看起來像是個面 但我們高中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 高中高職的時候 主學的那些曲線 其實就是用各種不同的方向 去切這個面 看看它的形狀 這些曲線 那 我們假如說可以 就是從資料 你找到那個曲面以後 是不是就代表 我們知道那個方向式 我覺得中間還有一個 就是我只要說 我的資料點的來源 全部溫度都是分布在 -50度到2000度之間 2000度太多了 那那個壓力和體積 都在那個區域之間的話 我得到了那個區域的線 像是拋路線 可是超過那個區域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對應的拋路線 還是是另外 你延展遠一點 它其實是一個 可是有個數學有沒有就是說 你只要給你足夠的neuron 你就可以acrossing任何函數嗎 對 可是你acrossing 一層就好 對 就是今天一個階梯函數 你只有看到它 階梯函數就是說 X大於0的時候它是1 X小於0 X小於0 我只給你X大於那一半的話 那X小於0到底是1還是0還是0 我不會知道 我不會知道 你說global的時候的表現其實 對 那我想NNN它可以去BG任任何一個 你給印的 我沒有很詳細 那個區域裡面的海數的樣子 那個domain裡面 那外面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我們問你嗎 其實是一個很強的要求 PBRD除非它有什麼特別的條件 不然它就挑選 Global它是這樣子 那就是實目實目實目 對 對 對 好 那 我也會想到就是說 剛剛大家提到的這些 我有想一想 就不要講比較是我的感覺 那 那 所以我這邊就停止在就是說 停在 我看起來這兩幫 他們各自宣稱 他們各自的觀點 就是認為說 傳Differential Business比較好 比較優缺點 那是什麼 然後PBR他們覺得自己優缺點是什麼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是一些模擬結果 那 它採取的方式就是說 炫印這邊的分布是灰色這條線的 具體來講就是 附塞的一個拍子 這樣一個微色的線 然後呢 它去全體的去全 灑點的時候 它有灑在邊界 然後它中間呢 也用堅固式的點 然後呢 也有在灑 也有一些點其實是 要求它什麼 Visical Loss 你可以把這些個拆開來 你也可以說這灑點 堅固的點 你再要求它 遵守Visical Loss 都可以 跟改變的 不是完全一樣的點 然後呢 它 這個只有算幾步而已 它只是告訴你說 你看它慢慢有這個趨勢了 就是 這是書上的這個圖 那 在初始的條件上面 一開始呢 那這個 藍色的線 就會取到程度 那可見它還沒有 接度很好 好 那T等於0.5的整個T等1 0.5的中間 這條的線 它 沒有這個趨勢跑出來了 這一個 Breakless Equation 代表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這當然是一個非線性的文化 那 有時候這種 這種非線線文化的 尺度沒有解析 沒有解析 都是數值模擬 然後有些 有區域數值模擬還有小數 那它這邊有一個本劇烈的跳動 那NN目前還沒有抓到 只是一開始 那到學了一段時間以後呢 它再來看這整件事情 看一下 好 這個 那 看起來應該是說 這是解析解 就是 你可以說是數值模擬的解也好 很清晰的數值模擬的解也好 你可以說 在T等於0.5的時候 那是我們指定的數字也好 T等於0.5是來自的 4.5 3.5 然後在時間慢慢往前飛移的時候呢 一直到0.25、0.5的時候呢 就是淡藍色線的 紫色文線一樣 那 我們在NN的模擬 就希望說它能力進這樣的解析 那如果第一眼看起來的時候 其實好像有點像 藍色的呢 對應藍色的 T等於0.5的時候呢 也是開始有一個區列的方法 當你這把兩箱剪的時候 會比較清楚 那 我們會看到說 T等於黏在地方 一直在監督它 它這個寫錯了 這個T應該是等於 看一下喔 我這裡其實都有掌握錯 我好像這樣 我這樣去確定一下 我先照我剛剛那個邏輯去講 它其實要講的其實就是說 你隨著時間的推移呢 你的這個NN不一定會變準 它可能會 你在遠的地方可能會變準 然後 在你設定的那個 邊界條件的地方 你一邊之間的地方的時候 它是 這個其實應該是0.5 它這個打錯 你就去看它層次碼 它就是0.2 那 然後發現說 在dip.b的時候呢 它的模擬跟它的那個 NN的repeat 這個解析差比較多 大概這樣 可是具體它 哪裏邊邊界條件 它看起來好像是0.5 我剛剛一直講這個 那這個可能 我覺得比較不太對 不過這個我不細就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書 這裡講的精神就是說 你去細細的比較一下 你可以比較定量去看你的 NNN的那個結果怎麼樣 這樣子 好 那它在一個章裡面 很短的一個章 大概一兩頁裡面 有給一些評論 它說 PiNN 這個東西的好處是說 它也有無零模型 也用微分方程式 然後 神經網路可以去算 一些資料微分 所以說 你的那個肺像傳遞 這些可以幫助你去算 這些微分效果 那 它的快處 PiNN的快處是說 很慢 然後NDR那些人 他們覺得很快 那這個快慢講的是什麼 那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表述 它可能講很慢 是說 也許是訓練 還是在推論的時候 那個神經網路 其實也是蠻耗費資源的 我們不知道 那 這群作者他們講說 物理者這個約束呢 那是比較一個軟性的約束 意思就是說 它是講 跟它們的differentiable business去比 Differentiable business裡面 它說慢 我猜會不會是因為它 收斂的慢 就是它在train的時候 對 這是一個重點 這也是一個重點 對 就是不只是 我們算的時候 你要把很多區域來算 會慢 你收斂的慢 大概就算更久了 大概這樣 而且 我看起來 我 他買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的NN 預測一個區域的時候 你 你有時候 撒點 你撒得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那個準度 趕快不會下降 因為某種 各種各樣的原因 譬如說 你有時候去那個神經網 它lost 擺了降不下去 你不知道是為什麼 那 我排除 overvp 這件事情外 可是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可能是 樹脂模擬加 越來越密的match 是在兩邊打一口 它真的可以變準 因為現在真的很成熟 就是 誤差跟match 那 裡面的隔點的 距離 密度 其實都 Aero bug都有 所以 那 我們的這一個神經網路 跟 樹脂方法 你要融合的時候 乍改之下 就是 它是講說 它們可以生成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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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要我講的時候 我們好像是說 因為它講說 數值模擬本身 那個就是 你剛才的 那這個match 畢竟就是 你不要純解 我掉了 可是也有好處 因為它彈性很大 我想很多很多不同的那個 神經網路 如果 對 兩個人在那裡 都可以拿它在那個區域 然後 然後 Accuracy 我們的Durivity 是 R 那種Durivity 意思就是說 你有時候 你有些 中間的那個 層你 不太準的時候 你後面連帶點 應該都不太準 因為你的Durivity 都是相乘的 你背向存力 都是相乘的 那有些地方 你算不準的話 你就算不準 沒有什麼好帖 這樣子 好 這就是PIN 好嗎 那 我們來講 就是 Differential of Leases 我想 這是一個 可為分的運算子 跟被相傳的一個例子 好 那大概基本上就是說 這 我們現在這些 拍過去的Mexplo 拍這些方向 都可以自己去 輸送計算 然後幫你去 去存每個算子 他的穩分 好 然後你前向傳遞完Mexplo 然後幫你 故意保障 我目前的理解是 對像這件事情的原因 其實比較像是說 如果我前向的話 基本上我們 結果對輸入的 或者對中間某種的權重的 微分 它是很多微分的象徵 那 為什麼我不能算了一個 以後把它存起來 算了一個把它存起來 然後我就直接 我到第二層的時候 我就把兩層起來 三層的時候 我就把三個層起來 為什麼一定要背向 我目前比較出現的理解是說 你多輸入多輸出 像神經網路很明顯 你兩個神經源輸入 十個中間層神經源輸入出 再做下一層的輸入 然後下一層又是15個神經源的時候 你每一層去看 都是多輸入多輸出 你的T2本質上 就是想講後面 的這樣的東西 就是 你 例如說你的輸出有V1 V2 你輸出就有SYS 所以你要V1對SY為分 V1對SY為分 V2對SY V2對SY 你是有其中的能力的 你如果直接把它乘 一步乘下去的話 你等於是 每一步都是存一個大的矩陣 然後每次都要算 算回來矩陣 會以下一次做準備 可是如果你背向傳遞的話 通常我們這個LOS 它是一個常數 一個純量 那你背向傳遞的時候 它是一個向來 所以你從後面算回來的時候 你每次做的就是 向量乘一個矩陣 計算量會減少 比以矩陣乘一個矩陣 那他們叫做 就是矩陣乘一個矩陣 就是矩陣乘一個矩陣 因為你被反向傳播的時候 你可以 你不用全部算 你只要算到你 如果你想要算某個NOT的微分 其實你只要反向那個PASS 是 那個相關的PASS去算就好 其他PASS不用算 對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我當時沒想到 或者感覺沒那麼深 書上也有很多這件事情 就是你拿下 這個我 當時你都看好像是 你這樣 沒有很 你會很深 他說這裡是一個重點 那 所以大概是這樣 當然就是說 我這裡不細講 那我 我看這個Blog本 用這個很簡單的函數去講 我覺得也講得蠻清楚的 就在提醒我們說 他如果有人實作過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是他就是 會很清楚這件事情 那 我自己 沒有實作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那 那 我看這一篇 我覺得還不錯 比較推薦給大家 好 那我想更精神 我在落的時候 因為我提升到基層 就是說 你每個挪塊 都 可以微分 意思說 都有 輸入對輸出 輸出對輸入的 這個 微分效果 好 那 建立好了以後 呢 安排他 他就可以做非常成功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 Divential VT上面 具體的意思是這樣 如果說這邊有一個 微分放程式 這個不是分別的圖 這比較像是 微波分放程式的 比較單純的一個放程式 那我們關心的 那圖像還是 可以用剛才這個圖像去想 就是 你想要知道 在一個時空的區域 裡面呢 他的解是什麼 指這裡我們的解呢 要解的是 D D of S D這樣子 U是一個 這個 每一個位置上面 分別 U其實是一個速度長 一個跟時間 無關的速度長 或者你想想想 我想說在空間那裡 每一點 就有一個U of S 跟D 無關 變動的時候數字都一樣 然後 U跟空間有關 那我們要解的 D of S T 可以用剛才那個圖像 那 我們這裡 數字的解呢 就是說 給某個時間 它的 T的分布 還有U 這個 猜數 那我要去推 稍後 T加 D of T 的這個分布 就是一步 往後推的一次很好 所以 一個天真的想法 就是說呢 剛才的這個模塊 我輸入以後呢 我這一個模塊 就是 時間往後推 以一小段時間 D of T 的這個操作 然後 Y V可能是 就是 你一小段時間以後的 這個結構 然後再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 對一個D of T 以後的這個 去做 推進去預測 這樣子 那 所以 它的每一層 就是一個 時間的這個 D of Gator 這樣子 或者叫做 文法是很緊 就是 Solver的 那 基本的想法就是 如果你可以把 這一些 D of Gator 都 弄成 找到它的低度 的話 就 可能 可以 直接從最終的結果 有非常小的一層 浩蕩的速度 這樣子 那 它 這個BiFlow 好玩性就是 乍看之下 它就是做一個 流體地學的 應該都可以再次 流體地學的 模擬上面 那 我剛剛提到幾個 就是 工程上面 至少5.50上面 常常有的 這些 像是 彈線地學 熱傳 磁蒜 那 會有黏性這種事情 我想 在 裡面有一些的素質方法 它未必可以這樣拆 或很不好拆 它還沒讓你拆好 那 它的那個 5.50是不是 一個同用的 東西 像 神經網路的 逐漸有 就可以自己去做了 我覺得好像 也還很 不能 因為今天 它要在彈線地學上面 我想它 很多東西還沒寫好 所以 5.50可能 對那個領域裡面 去先問它 5.50 5.50 應該是流涕的 我們看這個 作者 他做的很多 都是 流涕方面的 研究和辦理 那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他自己也講 就是所謂 Differential Business 它的問題 或者它要克服的困難 有時候是說 你沒有 你的那些 鄰居間 它未必找不到 可以違反的東西 往後再不設計 你要對那個物理有比較深的了解 就大概是這裡 好 那這個細節它就告訴你說 這一個方程是它的時間第一的那個推進 它要怎麼 它找一個簡單的版本給你 然後實際去算給你看說 它的微分是什麼樣的東西 或者我就不信這樣 那我這裡只是指出 這個書的作者提出幾個點需要注意的 就是說有時候看起來我的時間推移 你可能會分成很多很多的階段 那看起來好像整件事情會變很複雜 不過如果你找到它裡面的一些模式規律的話 其實我發現會有重複的東西一次在外面給它一起 它就寫一個例子就是說 你從時間 如果你想要從零推移到大梯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會有同樣形式的東西在場 這我就不細講 它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第七章 它可以看第七章 裡面講到的這個long time 在於我陸續這件事情 那再來一個issue就是說 比較好玩的事情是說 我們一個直接想法是說 你前向傳遞可能 一種是它有很多很多想這個 重複的待遇嘛 或者是你有一些的解免數值方法 它可以一步到位 直接 失從踢到踢架踢的這個計算法 然後這些 那一個 推進的方法 搞不好它自己是個 什麼牛頓法 或是個什麼疊帶法 或是個什麼 其他的方法 然後 它裡面的拆解的文塊 反而是先做某個疊帶 再做某個什麼拆解 再做某個 我隨便亂講 這是一個什麼 single value conversation 這種事情 那你也可以把它每一個步驟 都把它 找反函數或倒過來 你要自己去想一下說什麼方式 就研究一下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一步到位 會不會最好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不是說你每一個小步驟 直接有它 在後來找這個尾分 就是最好這樣子 你有時候一個 blogator 拿去射擊一下 做某個筆架 它也在第七章的時候 給一個例子 所以大家可以集中看第七章 算是一個精華這樣子 好那 這裡先給一個短的 他們就是 Differential physics 它需要對裡面的那個模擬 然後 看聲音 看 深入裡面 因為我們要去設計它的時候 會介紹不一樣的事情 好那 嗯 這裡就是 它的模擬碟結果 這樣子 那這個是 摩恩 模擬碟結果 這是 嗯 它能這個素質的模擬碟結果 然後這是它的標準 認來 認來也是另外一個更近性的混沌 來比方不算 風好小跟鳳 還有 然後這是它的比較 就是 嗯 Differential physics的好處就是 它 那 它的問題就是說 有些的融引器它 不好去找這個 微分相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會把這個融式外出 把它列在一起 那 這裡有一些議題啦 那 就是我講成NVIDIA的那些人 它們宣稱的 跟這個作者宣稱 有時候 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看 Cose的那個 錄的一下這樣子 到底 Vid Match這件事情 是需要還是不需要 該怎麼看待它 然後 準到底 誰說的才算 誰準 那 什麼時候準 什麼準 什麼意思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它有一張是專門講的 那個流體卷 我覺得 為了要了解這件事情 看Berger's equation的模擬就好 那 拍完以後再去看 流體的模擬 看不看 我覺得它還好 就是 讓你看更多的範例去 瞭解它的 Five flow怎麼用而已 那 可是你真的 要想下一步說 你要怎麼做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張 參考就好了 因為其實重複的東西更簡單 那 這是它舉的一個例子 基本上的想法就是說 我要去模擬一個 一下有這個 氣流噴上來 這邊有一個柱子感觸 那你噴上來的時候 氣流會流動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 在 假想去有一些煙 煙霧有點像是這個 空氣的流動的標示 那 你去看它模擬出來 這個煙的這個位置 就這樣 就等於是把你氣流著色 那 Marker Marker 那 模擬是要做這種事情嗎 那 怎麼樣去把時間網路 跟模擬集合起來 它有一個建議就是 模擬要很細的模擬 花時間 那你就把它們去模擬 很細疏模擬就很快了 很細疏模擬就不準了 所以你在每一次的 這個 預測 就是 模擬完了以後呢 你再用一個MN修正 這個神智王它並不是用來 去預測整個時間的 這個 空氣壓力的這些分布 它只是用來去修正 你的 稀疏的隔點 很不準 它只是用完MN修正 所以你就是用 模擬 預測完了以後呢 再用神智網路去修正 然後再用這個結果 去做下一次的模擬 那因為網路很稀疏 所以你別再很快 那因為MN可以幫你做修正 因為它每次的任務就是 就是每次幫你修正 它不是要預測一個 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這樣還不錯 然後飛向前提的時候 你覺得 這邊的部分都要算 這個一個邏輯 這就是其中一種 混合的 他們想要的單一 就是 reducing your miracle Eversity 用神經網路去介紹 數值多點 那你要做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中間也有很多年期 你只有慢慢它全部回去 或你要想更巧妙的 那就是 上面就是NN 這個NN去綠色 底下這個就是用數值 模擬去做 跟NN加起來去做 就會比較好 上面這個 還要弄得這個 這個 這個 那 好 那 它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是 蜜位 Evers problem 可是那個 我沒有弄得很清楚的時候 所以 那應該不實在這樣 我就不講 所以整輪的邏輯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大概就講完了 好 就是 我用一個Burget equation 去講PIN 到底在幹嘛 那基本上它就加一個 b-slopes 那如果你想要想深一點的話 你就想一下說 它的撒點等等的順序是什麼 就 我覺得會有更大型 然後這本書 有提供Burget equation 跟Fluet的這個 equation 的這個 這個模擬 他們建立一個東西 像biflow 那個biflow 可以純粹做模擬 其實它這個模擬背後還帶有微分像 還不錯 那 還有它給了一個很短一章 講下去 它的出版書 就一來一來 再來就是 17到11章 好 主檔DifferentiableVisic 其實 這個名字 應該叫做DifferentiableSimulator 可以微分 帶有微分像的 同理性 那 這個是 第七章 我覺得講了蠻多 一個大致的原則 大家可以吸開一下 是比較 抽象一點 一般原則的事情 就是像是說 你聽聽說也說 這個一層 代表一個timestamp 一層就一個timestamp 對 那比較好玩是說 它也講到說 你的一層 好像 我如果說 我可以建立一個Propgate 它一次就可以筆測 相當於50個timestamp 那搞不好 那搞不好它裡面的邏輯 不是一次一次算很多東西 而是它就用 某種疊代去熟練 那如果那個方法本身 搞不好是個現實代出 什麼方法 你能把裡面的方法本身 也把它弄得可為分化 那也OK 就你不用 你的每一個步 可以是很物理的 你也可以 它就是純粹的某種街道 某種優化方法 可是如果那個優化 本身的那個步驟 你也可以猜的話 那也OK 可是你要想說 你要怎麼猜一張對勁的樣子 那 這是我給的順序 它大概是以書的為準 不過我講的順序就是說 我先講一下說 葡萄跟蒜子 叫生態的鏈套 那 它就幾個很簡單的這個 Propage的例子 就是剛剛那個像過三方的試試看 像是 手橫方程式的某種 然後看一些那個 Furway會選的公演結果 那YouTube的頻道 老師快速看一下 直作也沒講 直作其實就是它的 那最後面也講一下 其中一種混合的想法 這樣子 這就是這本書 看起來很多 其實我想我會不會感覺是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章節 你知道嗎 第一章我覺得 你可以看一下 好那 第三章我覺得比較 畫面 叫作為一個 物理很白癡 的問題 會有 可能的物理系統 它是不可為的 因为现在这套这本书讲的都是基于它的 我今天如果有步骤是摩尼卡罗的话 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处理一下 就是我今天如果有一个摩尼卡罗的步骤是在做撒电 我就不太确定说那个是死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在做摩尼卡罗吧 如果你想说那个东西不就是几率撒电吗 那当然我记得以前我们讲VAE的时候是不是 就是说VAE它有一步可以去小心的设计一下 因为好像你推出了自己的影空间的Variance跟平均値 你要用那个东西再去取掉 好像中间有这样的步骤 就是Variation Auto Encoder 如果是古典物理的话 基本上应该没有不可为的情况 听起来是这样没有错 其实我不太确定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我要做一个古典的物理 然后有很多粒子在撞墙的时候 我可能会用红利卡罗的方法 因为我要大量模拟 然后我不可能去追那些粒子本身这样子 会不会那时候 变成素质方法本身的可为分是什么意思 比较不是物理本身能不能为分 这样的情况应该没有违 可为分这样的一个特性 我不敢想想 因为这里 我的疑问就是说 比如说 我这里比较少 比如说量子力学里面 比如说数位 纯数位 纯数位它基本上就是一扇子 它并没有连续性 那比如说一个我 我常年在最终有兴趣的领域 那Spiking Level 它现在的一个做法 基本上它有一个方法就是 把那个 离散的那个Spiking Spike 它把它变通变成 退而求其一次 把它变成一个类似可为的情况 来模拟 而不是真实的离散 我多举一个例子好 就是说 我是一个函数 我这个函数就是 我只要看到一个人 穿某衣服套 我就用小橘子缺它 那今天我看 你的变数不自然变化 蓝色的 然后 戴紫色的 戴蓝色衣服 或 这个东西 我根本就没变化 那这个函数本身 因为我们的衣服 不管多红 都缺它 那 这个函数如何 就是 它的问题搞不好 它变成说 它没有反馈 这很大的缺点 没有反馈 然后有些事情是说 呃 来的时候呢 我会丢一个塞子 只要超过六点 我就小其他头 舒服的人进来 我就手很远 然后 它进来 我可以摇扇子 我摇扇子 如果超过四点 不要六点 六点就最大 超过四点 我就用塑胶水子 去它头 那这个函数 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去处理它 所以可谓的意思是说 输出对输入的 尾分向的踢度 要怎么做呢 有一个不可谓的意思 就是 你现在我不知道这算个例子 就是你丢 假设你的球是完全刚性的 墙壁是刚性的 你打过去 你的速度一开始是正 往那边的 下一瞬间就往反方向了 因为但实际上 当然是 它会先降到0 然后再次 但是我假设是刚性的 刚性它下一个瞬间 它速度就变反向了 那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速度是不连去的 一个是往前 那变成说 这个接触点 它不可为 对 它是因为它速度 从正V到负V嘛 所以它是一个不连去的 但是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物与世界 基本上 我知道应该没有不可为 因为物与世界 基本上是 就是类比 它是 一定是可连去性 但是我的疑问就是说 像 比如说像 那个 次元子 量子 这样的一个架构 会不会发生 这种很奇怪的现象 那这样的一个 simulation 就会遇到困难 我觉得基本不会 然后 我的问题是 我的想 会不会是说 这里讲的 可不可为 比较是你 微分 模拟步骤的基本代理 比较不是 如果都是物理的话 像你刚刚提到的例子 像那个 水肌 微积分 它基本上就是 结合 几率 跟微积分 那 我的想法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这样有发展出来 像一个科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还是可以 可以 可以微分的 对 就怕说有时候 你牵扯到 如果想说 物理本身 或物理办公室本身 可能 可是你的模拟的步骤 未必 里面最好的步骤 或目前现眼的工具 是物理的步骤 它不一定是最佳才是 它可能是个 操作手法的 它就直扇子 或是擦不表 那那个东西搞完不懂 会不会你要什么 方法去 绕过它 它 第七章 提的 有提到一些事情就是 有些事情不要去硬 硬去做它 你看看 有些人说你看 你会猜它反过来的东西 搞不好也是一个 那个 它可能是个矩阵 你反过来 这个过程 搞不好它也是一个 对称的矩阵 你会发现说 只要发现这个事情就是 你就不怪的用 原来的东西就好了 这种事情 就是 你可能要看一下 可是这个事情就变成是 Domain by Domain 或是Aquator Signorical by Sin 所以 是它的麻烦 就我自己有点想说 我们是不是值得去做 某个小领域的 Differenceable 的Cimulator 可是 在我还不太确定 它的效益以前 那要投入的 我就不知道说 那个值不值得 而且 如果我拍个玩笑 就是 你单纯去看 Signation 的话 那PINN也比较多 对 那 它这个 就是大概 即时收上来的 那 那PINN现在 如果我个人觉得 这个 谁的时间 渐渐的 应该可以被解决 就像 NLP 领域 它 基本上 能够做出 那么大的 大工资 它只觉得它算力够 所以你看 它现在 基本上 它做一个 类似这样 百科全书 很大的 很大的 Nearable 它就可以 包含的 那个面向 就很多 好 我自己对 那个NLP 我不懂 然后我其实有点 怕怕的 我都怕怕的 意思是说 你弄那么大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发现说 它的 它 不会再随着 你 拉变大 那个 更外形的时候 那个 那个其实 是一个很笨的研究 就是 或者 不是我能做得严重 因为 就即使是 我以前是影响多 然后 每个人 也做不过 那些 有那么多资料 就是 那好像不是 所以它 请我去 我的看法就是 你需要 做一个这么 就是 跨 领域的 物理模理 它现在 提到问题是说 它这边 有很多 那些 Differential的 比例 它 需求于 在小系统 对 那你那些 Differential Operator 不同的 跳不同系统 那个Differential Operator 就 你要找出来 对 那变成说 你要做一个 的Simulation 相对的 在现在来讲 它是困难多 除了算力以外 对 那 那 我觉得 这部分 如果 有继续突破 我觉得 这早晚 应该不会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 它的Simulation 就像 气候一样 我觉得现在 气候的Simulation 你可以感觉 我大概可以感觉到 地震 比以前 都要准确很多 所以 它 它这些 我觉得只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并不只靠 但只靠 另外的内容 然后可能 它一些 原本的Domain 以及其他的 其他的 新的Forge combine在一起 我觉得 这其实 蛮多好玩 是一句的两点 就是 杰森你刚刚提到 这个 我想讲 首先 我 看这些 有人叫做 InFone CNN VC BCE Fone Ginary Covid GiD B 这些东西 很多 我觉得很不错的 结果 其实是做那些 大气科学 水文学等 科学家 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你是CS 然后你是物理的 你是材料 然后你是电子 都锁定在这里面 对 然后那些人 就说 我们班有很优秀的朋友 然后去念地球科学 可是最优秀的同学 会在地球科学 好 因為他可能 那個是很理想的東西 可是第一個我講這樣不會是他 可是其實裡面有很多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因為就是真的就是數據又有一些理論 然後一個交叉選擇 對 就不用我太多說就不用多講 但我覺得被現實也是一個 被認為是一個例子 實際上這樣 你更有力 有自己的意見 那這是一個事情 然後TIM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的短語學習可能會很有潛力的 因為我今天訓練到一半的這個模型 我下一步 我要弄 我今天有後面那個DOM沒有去訓練的時候 我就要再多灑點就好了 但你可能會有遺忘說 比如說我現在一個模型 他預測就是SN1-3年準 3-4的時候不準 我今天再灑點的時候呢 我就光灑3-4很容易診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整個函數 有一個實際突充 可是前面那個東西會不會忘掉 當然也是要處理 但總是有這種問題 可是他要再轉移學習 我覺得好像還蠻有道理 我舉一個對比的例子 過去的那個做IC設計在影像上面 在電視影像處理 曾經有一段時間 其實現在也是 比如說我們要從60Hz 我也要讓那個頻率倍增 60變成120Hz 畫像就比較順 頻率更高 因為人眼越無法辨明這麼高頻率的 所以你會看到移動影像 他會越穩定 在這個技術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測試 這樣的影像的品質好換 有一種是賽馬 當早期呢 我們會常常看到一個影像 就是從60變成120 這種叫Frame Rate Converter 這樣的一個處理技術 你可以看到賽馬在跑的時候 那個腿會斷掉 就是他的腳 只有上腳跟跟下腳跟 是沒有分 有點分開的 不是完全分離 就是沒有連續性 就中間shift了一點點 所以這種 現在這種問題 理論上應該已經大部分被克服了 不會有這麼離奇的 對 所以我猜 這個領域 在剛剛講的 修拉斯講的 就是說 有一些不在condition裡面 他 all out alone 或是 在他的data 沒有在 這個一般的deep learning 工程中 不太一樣 不然deep learning 工程中 他講的是 有些扯形的領域 就是說 他在domain之外的 點 他要預設能力 他特別強調說 要做generalization 但他這個好像不是很強調的generalization 他只要在這個domain 全你資料的domain 的feed得很好 就可以 那generalization 他其中一個前提 就是你的data要夠多 就派model 對 model是另外一個 要派 它的generalization 要學到一些真正的路 這個 第一個可能不要autofitting 這是蠻重要的 不要 我也只要有可能data 會比較好一點 那 所以 他這個好像是 呃 他這個也 某我通常也是叫generalization 只是因為他是在那種 連續的domain裡面 他 圈你這樣沒有那些 空白一點 他要fit得很好 那邊預設得很好 但是他對這個domain 外面的 很多 他可能就不一定好 所以我剛剛提到 就是 學會這個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數學 那個 simple mathematics 他是學會那個數學 比如說 讓神經網路學會 最簡單的 加減乘組 他學會 這個代表加法 這代表 乘法處法等等 讓他學會 內在的 數學定律 那 那那同樣的就是 他不僅是 利用這些 data 齁 來 來鋪 整個的 預測 而是 把這個fit 肉 能夠真正的學起來 其實我感覺 data 本身不會 不能 你一定要有些 假式 或是一些模特兒 才能從data 推論一些規則 換data 是沒辦法成為 一些規則 或是 現在 剛剛講的東西 他基本上不是 我們現在 比較 純粹的 主流的 另外 他 他是跟simple 去結合 所以他其實在推論 simple的關係 OK 就是符號 符號 綠神 對 對 打斷 這本書 跳出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感覺是這些事情 對 然後 其他的我覺得比較信心 我覺得特別值得看 可能是 第七張 就是 Differential Business的話 第七張 那 PINN本身的話 他前面 那 也值得看一下 像很多人 NVIDIA 基本上沒有做Differential Business 他就是PINN 跟別人講 PINN跟別人類是不一樣 別人是講的 你剛才講的成一層 那一下 他有training過程 他有跟PINN一樣 training的過程 取樣 我看起來沒有 他比較像是 設計那些block 找他的 緩分項 然後 PINN是訓練 Differential Business 比較是設計那些block 那block 他有參數嗎 block的參 我看起來沒有 對 但我們可以講是 這參數可能比較像是甚麼 就是說 參數學的NVIDIA 就是參數 對 然後Differential Business 他裡面 全部都是NVIDIA 那Differential Business 跟 這個Differential 有沒關係嗎 沒有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對 他Differential 可微分 數值嗎 就是傳統數的問題 可是可微分 就是說 它可以悲響傳遞 但是它不是那樣 對 它完全 因為全部都不是NVIDIA 然後 你可以用文 可是它基本上 全部都不是 然後它可以悲響傳遞 你要讓它 就知道就像傳遞 我看起來 它可以解決一點好玩的事情 是說 假如說 我想問一個氣流通道好了 然後它最後噴出了氣順不順的話 那它可以把氣流通道的形狀 達成輸入 嗯 然後一直跟原本氣的壓力 跟速度去做互動 然後算數結果以後 從結果直接飛上船軍 然後跟氣流通道的樣子 所以是一個end to end的 優化 它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然後它也可以混 去混那個 像剛才那個數值模擬 像神經網路等於是進入 如果我想要做一個數值模擬 整關神經網路 我當然 我想 因為有些文章 它也有什麼 Fantial Features 然後它的 神經網路就是用來修正那些 數值模擬 嗯 可是它這個 好像看起來可以直接 一路 一路 一路背向傳遞回來 就是因為 你神經網路的那個 背向傳遞 因為它前面整個是 數值模擬 普通數值模擬 它沒有辦法再往後面送 嗯 我不回去這樣 那這裡它就沒有 然後 我現在 那 我就是不知道說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一個更 往過的view 看這件事情 只是 也許會下次來怎麼樣 我給大家看 比較好 現在才有兩個事情 可是其實 我覺得 至少 Differential Business 當然 我們看怎麼看待它 可以說它是窄 或者可以說它是 這本書的賣點 可是其實 就PIM來講 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很管闊的 一個小點 就是在這篇裡面 做所謂的想要把知識 尤其是科學知識跟物理融合的人 其實很多人的長期 有沒有很成功 這不好講 然後 很多解釋出自於 像 剛才那個作者 其實他們不是第一個 去想到這個 用物理loss去反過來修正 那可能也好些年 一九九幾年 那可能就已經很難了 那更懷惑的view其實是這一篇 他們是一個 好 我停下就好了 我不知道你們就要講一下什麼 那是這一篇 這前幾年有幾天我覺得蠻好的review 我講說這篇是review1好了 然後有需要的話可以提供影片review2和3 那review2的特性我覺得它的survey的範圍更廣 一些比較深的東西太有講 可是它整理的沒那麼好 這篇它的paradise整理比較好 可以讓大家更好抓住說 我覺得那個整理本身就是科學 它整理的事情 它會把知識融進去機器學習這件事情 切成幾個不同的地方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你那是什麼領域的知識 譬如說 你那個是社會科學的 或是人的專家的知識 還是自來科學的 包括工程 然後像reviewd群 還有一些常識這件事情 我知道還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是怎麼 知識的表現形式很重要 就是說 你的那個拿到的東西是一個邏輯 就是什麼 若A則B 若B則C 那模擬清楚模擬的結果 或者是微微方的事 或者是知識圖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這樣子 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 就是 BIN 它其實有點像是拿 某一份 尤其是微微方的事 然後去 它的形式是 你使用了知識的形式 微方的事 尤其是微方的事 那你使用那樣的形式加進去 你改你整個資料學習的 機學習的哪裡 那一種是 你的收集資料更多 資料面 一種是你用什麼模型 它這裏叫Ipasses and Save 然後一種是說 你用在模型以後呢 你的LOS的學習目標 是什麼 所以 PIN 回過頭來看 它比較像是 用微分方程式這種形式 知識形式 然後助力 幫助在它的那個 尤其是 LOS 上面 它這裏 LOS 叫做 LOS 用這個名字 比較是這個地方 如果說我今天知道 我們想要預測這個東西 它內部有一些性質 例如像CMN 它可能覺得局部的特徵 這個很重要 那你會把模型答案做改動 那就比較像是改動 Parses is Save 然後最後面 後處理 你怎麼樣去 幫助你做後處理 知識怎麼幫你做後處理 這邊就是一些 那它的重點就是大概 每一個 它一個組織大概看一下什麼樣子 那這篇它整理的 我覺得還不錯 有一大群人 做成一群人 但我覺得這樣 那我就提一下這個 我後面不是可以 幫我那個slide給大家 大家可以先去 可以 實在可以在裡面 大家一起來一起研究 好 那我就去給一些例子 來這樣子 然後我想要推銷一下 就是說大家 如果大家對 就是分子動力 加上密度範涵 這下基地學習有興趣 然後我知道最近有一些人 他們開始在談說 就是說 那個 這種加速模擬的事情 用在去試新的材料去做 探捕桌 或者是 那個 置清武器 的這些過程 就是 用機器學習去加速模擬 這件事情 那個 我個人有興趣 然後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的話 就是 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 我怕我一起來研究一下 這樣子 我自己 還在前面的階段 那 我以前 學校的時候 有做過 密度範圍 就是 模擬 可是我現在差不多 忘了 其實是一個背景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大家一起來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 後面可能會很有發展 那我們 現在要讀那本書 B-SHOP的 RML 的那個B-SHOP 做成B-SHOP 他就在做這件事情 他找那個 B-A-E 找 G-NN 的那個 機器學大人 Max 你說他現在在 麥克勢 做這方面 對 那Max 他在 微軟 阿姆斯特戰研究院 那 那個 B-SHOP 是不是在微軟 建橋研究院 微軟歐洲 亞洲 澳洲研究院 他是裡面的 中心組隊的 那他們兩個 都在往這個方向去走 那 大家 如果有興趣 會不會有興趣的話 有興趣的話 大家 可能一起來 我們來 學一下 就是來 集中 可以 在 在 Facebook上面 號召 原本 是不是會 也行 群眾太少了 就比較 就 帶一張 好 謝謝 謝謝